Hello 大家好 最近我在編寫一個課程 主要是針對幫助樂器老師 建立一個成功的音樂教學事業 建立一個成功的音樂教學生 很多人認為只要考到演奏文憑 甚至在音樂學院畢業 擁有學士、碩士、博士的資格 他們就會擁有成功的音樂教學事業 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首先,專業的演奏訓練和教學的訓練是兩碼子的事 要了解如何去教學 首先要學習如何去教學 當然因為我們在說樂器的教學 所以演奏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不過如果你是教學的話 就有很多關於教學上的理念和方法 你要去學習 另外因為是教學 所以經驗也是很重要的 沒有人因為一開始就會有很多經驗 很多都是邊教邊學 我很幸運 在外國專修鋼琴演奏的時候 有機會去尋找關於鋼琴教學的課程 也有機會去實習教學 獲益良多 我創辦這個鋼琴老師訓練課程也有幾年 我的學生本身都是鋼琴老師 對這個課程有很好的迴響 覺得這個課程是教了他們有很多的東西 但本身因為是小班的教學 以及要面對面的教學 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我想幫到更多的老師 也不只是鋼琴老師 今年我決定開一個新的網上課程 幫助所有的樂器教師 如何成立自己的音樂室 如何開啟自己一個音樂的樂器教練事業 所以這個課程絕對不只是針對鋼琴教學 或者鋼琴老師而設 你可能會說 我只是想在家教學 沒有想要租一個鋼琴教學 你這個課程對我來說有用嗎? 答案是有的 因為這個課程的重點 絕對不只是為了在商業地區 找一個鋼琴教學 無論你在家教 去學生的家教 甚至在外面租一個鋼琴教 這個課程是幫你去營運自己一個音樂教學 如何去營運自己一個音樂的生意 生意的生意 你可能會說 什麼生意啊? 我是老師 我只是教學 和生意是無關的 你這個想法就錯了 很多人聽到生意這兩個字 就覺得是只是顧著金錢 而不顧著顧客的一個工作 我想你們為自己和學生 建立一個充滿熱誠理想 和成功的音樂教學室 這個課程是有十課 內容是包括如何去推廣自己 如何去收生 如何去營運自己的工作室等等 當然也有些功課要你去做 但這些功課是直接幫你去建立你的工作室 例如 如何去建立自己的博客 或者寫自己的文章 如何去定下你的收費 如何去寫下你的工作室的規條 如何去收第一位學生等等 你們不用擔心你不懂得做的事 例如建立一個博客 我會逐步逐步教你們去做 現在我正在錄製 這個課程的英文版 《How to build a successful music teaching studio》 我想知道你們有沒有興趣 去上這個中文版的課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請在這個影片和post上按LIKE 和發電郵給我們 首先聯絡我們的十名學生 就會得到一個很特別的優惠 因為我想告訴你們 你們是第一個成功 去踏出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而這個很重要的一步 會幫助你們 建立一個成功的音樂教育事業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Therese Wah, Hua Wengyi Cheers